好,大家好,今天是1月30号周二 给大家播报美股的收盘分析,我是老王 今天整个市场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妖 因为昨天在美国财政部公布了一个数据之后 大盘直接冲钩 看上去还有一个继续创出历史新高的机会 但是今天由于苹果电脑出了一条坏消息 就是一位台湾的分析师非常有名 姓郭欣分析师 他认为苹果的订单 就给下游厂造的iPhone的订单 在2024年将下调200万台 那么整个的销售额应该是全年下滑了15%左右 而且应该说是所有的手机品牌里面下滑幅度最大 那么今天苹果出现了一个急速的下跌 昨天巴克莱银行也是继续保持卖出苹果的预计 虽然这个AI的股票今天依然保持非常强的声势 昨天晚上的时候 SMCI超微电脑 这家也是中国人的公司 也是台湾人的公司 它这个股价出现了一个10%的大涨 但是这个我们看到今天由于苹果的带动了整个晶片 类行业都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跌幅 除了NVIDIA还是保持一个涨势 其他的这个纳斯达克100的指数股里面 凭这个所有的这个晶片类板块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下跌 因为晶片里面分AI和这个传统的电脑和手机应用 那么从这个AMD等等这些晶片厂 今天是出现了一个大跌 所以造成了这个纳斯 今天是一个在没有达到 在守门员这个位置走出了一个下跌 盘后这两家公司微软谷歌的业绩都不是 应该说不是特别的差 除了这个谷歌今天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跌幅之外 跌了4% 但是呢我们看到微软的跌了0.62% 所以盘后的这个纳斯继续的一个下跌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 前两天呢我跟大家讲 要注意1月31号的时间之窗 那么时间之窗可能已经提前到来 因为我们上周三大盘在创了一个新高以后呢 出现了在当天呢我们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反转 然后呢我们周四周五都是下跌的 对吧周五拉高以后呢还是下跌 结果拉下来以后呢 由于这个美国在周日的时候呢 出了这个野萌的被袭击了啊 所以这个股指低开以后再度的拉高 但是呢他正好拉到了这个守门员的位置 守门员的位置 那么我今天呢给同学们呢画了一个这个 画了一个就是NQ 就是纳紫100期货的周K线 我们从去年的10月份 2022年的10月份 这个见底之后呢出现了一波上涨 那么从现在的这个波浪的分析来看 应该是打到了第三浪 然后我们短期进入了四浪的 大四浪的一个回调 然后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个历史的新高 昨天一位非常牛的分析师啊 这个他认为呢在这个一月底呢还是要涨 但是呢一月以后呢就是一个Air pocket 这个谁都说不清楚 所以大家要小心 今天这个道琼啊和标普呢都走得非常的不错 但是应该说没有跌太多 是吧 这个道琼还涨了140点 主要是因为有这个银行啊 银行JPWalken啊 银行高盛这两只道琼组成股的拉抬 今天跌幅比较多的都是高科技和波音啊 所以呢这个走势呢使我警惕 因为我认为今天这个大盘应该往上 所以这个下跌的跌的有点让我感到非常的吃惊啊 非常的吃惊 那么从这个ABC来讲的话 我们明天呢应该以做空为主 好吧 我们来说一下核心股票Tesla Tesla今天早盘呢是高开的啊 早盘在四点钟的盘前交易当中呢 是高开受到市场的影响呢 他这个反弹的有点无力啊 走了一二 走了一个似乎是走了一个ABC 这个未来的趋势就不是特别的明朗 未来的趋势我认为还是会下跌的 因为现在今天通用汽车报的业绩非常不错 但是通用汽车其实没有涨多少 而且呢就是说现在很多dealer呢 他们希望通用汽车呢多造油混电混的电油的混混合车 而不要去专做只做EV 因为EV的后就是说他的这个充电呢还是基建还是做的不好 好所以这个对于EV的股票呢 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NVIDIA NVIDIA呢 它这个涨幅呢 现在大家要小心了 它走到这个位置呢 我们可能会走一轮调整 走一轮调整 要往下走 对吧 所以大家要注意 要注意 好吧 那么我们周日呢还会有一场讲座 我会讲怎么去用这个齐全的钱去免费 来参加APEX APEX的账户的这些优点 我希望大家呢不要错过咱们的这个讲座 因为我还有一个微信号 我欢迎大家呢到时候跟踪我的这个推特的账号 这是我的推特的账号 就是APEX日经保证过关班 好吧 欢迎大家呢不要错过 我们在这个新年之后呢 还有一个这个过关的保证班 希望大家呢不要错过 那么怎么样加入我们的微信啊 欢迎大家呢 加这个ChineseFM2022 然后呢 电话呢是800958 8561 好谢谢大家 祝大家周二晚上愉快 拜拜